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明镜焦点节目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敬请按赞订阅留言分享 并请开启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如果有新的节目发布 您便能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接下来就请您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本月22日是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 120周年名诞 共军19日召开研讨会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 苗华发言时强调要学好习近平强军思想 深刻领悟关于习核心地位的意义 在这个纪念邓小平的日子里 苗华口口声声却是领悟习核心意义 引发外界关注 中央社引述解放军报19日报道 全军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 120周年理论研讨会当天在北京召开 苗华出席会议并讲话 他先是指出 邓小平新17军队建设思想具有重要理论贡献和时代价值 之后画风转向当前的现状 至新征程上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凝心注魂 突出学好习近平强军思想 所谓两个确立是中共十九大六中全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 全党的核心地位 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 他还表示要深化政治整训柱忠诚 持续深化改革提制效 紧盯打赢强敌对手强能力等 为奋斗建军百年奋进强军一流提供强大力量 8月22日是中共元老邓小平120岁名诞 在邓小平100年110年名诞时 中共中央均曾主持高规格纪念活动 也因此中共官方如何纪念备受关注 曾任邓小平英文翻译的学者高志凯对香港明报表示 中共中央纪念规格可能会非常高 综合媒体报道 近期中国各地已陆续展开邓小平120岁名诞纪念活动 中共党媒求是杂志日前刊登长文纪念邓小平 并将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与上月刚闭幕的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连结 称此时缅怀邓小平的伪计剧重大意义 港媒报道 邓小平家乡四川等多地近日陆续举行纪念活动 而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出品二十集 每集六分钟的微纪录片红相簿邓小平的故事 16日起已在中国各事项网站及部分地方媒体每天播出 明报指出 按惯例 邓小平纪念规格将与中共第一代领袖毛泽东相访 中共中央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邓小平诞辰120周年座谈会 政治局七常委将出席并由习近平发表讲话 习近平讲话内容备受关注 因其谈话体现出中国的政治判断与政治走向 曾任邓小平英文翻译的学者高志凯认为 在纪念邓120岁名单印强调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变 中国还要改革开放 只是每年都会遇到新挑战 怎样把改革开放做得更好 实现邓当年的远见到2035年乃至2049年完成定下的发展目标 同时也集纪念邓旦 对三中所做的决定再一次在全国推广 让全国人民党政机构认准方向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9日上午 在北京迎接访华的越共总书记苏林 这是习近平三周来唯一的公开活动 破除了此前关于他中风 甚至党内政变的传闻 分析人士表示 习近平历次审隐都引发诸多揣测 反映中国艺人独裁体制的不安感加剧 另外评论也指 此次再次现身的习近平 其发言再次证明 他依然是原来的习近平 美国之音报道 越共总书记苏林参 18日参观广州的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就职后 第二日上午转往北京 会见习近平等中共高层 受到高规格接待 据中共官媒央视直播报道 为迎接苏林的车队 北京天安门广场周边实施严格管制 苏林抵达人民大会堂时 除中国孩童列队欢迎外 习近平也随即陪同检阅三军仪仗队 直播镜头前 尽是外国元首访华的标准军力规格 但镜头外却引发众多观察人士的揣测和议论 台湾媒体分析 央视在人民大会堂外的转播画面 虽切换各种不同角度 但全程都以远镜头取角 几乎没有带到习近平或苏林 习苏惠的特写画面 不管是双方在大会堂内的对谈 还是共同出席签字仪式的场合 都是大远景或示意的空景 明显有违摄影专业 引发外界议论 央视不禁拍习近平的背后原因 虽然美联社等媒体 随后发布的视频素材 有习近平和苏林两人的禁拍照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 也于社交平台X发布近景照片 但央视呈现出的镜头政治学 仍起人疑斗 在北京的资深记者高瑜 在社交媒体X上发文质疑 全长三分半的直播没有近镜头 人小的拿放大镜都看不清 他还说 习近平的声音比往低沉缓慢 人在美国的六四学运领袖王丹 也在脸书上发文质疑 官媒不禁拍领导人的画面呈现 对照近期外界分传的传闻 他说 显然有一些事情在发生 习近平神隐三周来 网上分传各种关于他生病 中风 甚至在八月初北戴河会议期间 惨遭政变的谣言甚嚣沉上 对此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家颖 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分析 谣言不消停的关键在习近平一人独裁 高度集权的统治方式 让中国的政治局势越来越缺乏透明度 庄家颖说 胡锦涛等前任中国领导人也曾短暂消失于公众视野 但在中共中央集体领导的大伞下并未引发过多议论 反观习近平 因高度集权 决策又不透明 一旦他突然神隐 自然引发情节夸张的猜测和传言 庄家颖说 这彰显中国现行政治局是令人不安的一环 对民主社会而言 领导人消失 神隐多数异常现象 但在习近平主政下的中国却继承常态 习近平早在中共十八大登上总书记大位前 就曾于2012年9月突然失踪近两周 且无预警取消多场与国际领袖的会面 2018年8月 习近平也曾消失在央视新闻的联播画面中 长达19天 直至现身中央军委党舰会议 并发表谈话强调党队军队的绝对领导 2022年7月和9月 他有两度神隐超过10天后 才在各种揣测声浪中现身 对此 台湾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习教授孙国祥指出 传统上中共领导人的神隐 多为低调处理党内政争 或权力过渡阶段的政治策略 但习近平已顺利连任第三任 且渴望享有终身任期 照理说 应以大权在握 根本无需巩固权力 但实情却看似并非如此 他说 习近平在北戴河会议期间消失后 传言满天飞 彰显当前中国的经济困境 恐已于中共党中央的领导班子内部 引发激烈讨论 另外 孙国祥说 也不排除习近平刻意搞失踪 让反习派认为有机可衬 反而露出马脚顺势也让习近平再做一次中程度检查 例如 过去三周 网络一传出 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霞控制了习近平的传闻后 人民日报8月9日 随即刊登张又霞撰写的长文 持续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 文中提及习近平 习主席超过20次 敏感时刻 澄清谣言和表忠意味似乎浓厚 孙国祥分析 张又霞发表公开文章来表态支持习近平 就是想要澄清流言 或展示中共高层的团结跟稳定 这种公开表态 支持领导 习 核心 其实是中共内部的重要政治仪式 孙国祥分析 正因为中共的治理不透明 民众只能依赖各种小道消息 负面传闻来 促使政府出面澄清 以达到政治透明化的目的 因此 他说在习近平主政下 未来类似谣言满天飞的情形 恐难以消停 而中共官媒对习近平影像 已不同于以往 极为慎重的态度处理的做法 反而更加深外界有关他健康或失事的传言 海外中文圈社交媒体 开始热议官媒的报道手法 认为党媒在掩饰某些秘密 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 引述旅居日本的作家 资深媒体人贾家分析 中共官媒的报道一直是这样的惯例 他认为 前段时间习近平神隐 与北戴河会议时间重合 人们议论纷纷 有些猜疑甚至有为常理 显示习不得民心 他说 这次有好多人传言 只是美好的愿望 今天是美联社先出的照片 然后新华社后出的照片 因为新华社过去 在这种重大的事情 它都是先出文字稿 再出图片稿 虽然它是一个黑箱政治 但它仍然是有一些基本规则 和判断依据的 法国独立电影导演 时评人王龙蒙也认为 他仔细查阅过了过去 习近平神隐的多次经历 发现习近平灌于大事件中 通过失踪方式逃避责任 或是以此方式 暗中观察政治对手 而此次再次现身的习近平 其发言再次证明 他依然是原来的习近平 党内既无人提示他的愚蠢 亦无人敢挺身反抗 他分析说道 总结过去习近平失踪情况 他这个人可能是个懦夫 面对大事总是逃避 或许他是个阴谋家 在神隐期间 观察政治对手 有没有异动 这次习近平与苏林会面 他大谈中越命运共同体 甚至称要向世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 显示习近平还是原来的习近平 党内默认提醒他的愚蠢 党内也无一人是 难而敢于去撼动他的地位 王龙盟又指 假如无制度性的改革 中国始终没有未来 关于习近平的传言 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 对民间反抗运动有消解作用 他认为这是很多人 包括海外异议人士的强烈愿望 但久而久之 有些狼来了的感觉 外界无法摇翻中共 还会让人形成一种 只要习近平死了 中国就会好起来概念 从而忽略了体制性障碍 也削减民间抗争的积极性 中国近年前七个月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FDR为人民币5394.7亿元 年跌29.6% 显示外资投资持续低落的同时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 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会议指出 要进一步放宽外资准入 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 抓紧推进电讯 教育 医疗等服务领域开放 适应新形式 优化吸引外资政策 及时回应外商合理诉求 在优化营商环境 完善服务保障等方面 出台更多务实举措 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以高水准开放 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和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 负面清单 2024年版 研究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措施 决定核准江苏徐维一期工程等 五个核电项目 会议指出 加快发展服务贸易是 扩大高水准对外开放 培育外贸发展新动能的必然要求 要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准 全面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 推进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 促进人才 资金 技术成果 数据等资源要素跨境流动 要推进服务贸易重点领域创新发展 促进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相互融合 支持金融 咨询 设计 认证认可等专业服务国际化发展 打造新的服务贸易增长点 据官方数据指出 中国前七个月 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年增11.4%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却减少29.6% 中国商务部表示 将推出一系列鼓励外商投资举措 放宽外资市场准入 制造业限制措施清零 据界面新闻 第一财经报道 中国商务部发布 今年前七个月 中国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31654家 年增11.4%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人民币5394.7亿元 年减29.6% 在同一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 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 李永扎表示 将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三中全会的部署 推出一系列鼓励外商投资的举措 主要涉及外资准入 营商环境 国民待遇 他表示 将继续放宽外资市场准入 尽快修订和发布新版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在全中国内实现制造业领域限制措施清零 推动电信 网络 教育 文化 医疗等领域有序的扩大开放 此外 还将修订和发布外国投资者 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管理办法 进一步放宽外资战略投资上市公司的限制 拓宽外商投资的管道 引导更多的优质外资进入资本市场长期投资 然而 根据日经中文网报道 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 9日公布的4至6月国际收支数据显示 外资企业的直接投资出现近三季以来 首次负成长 新建工厂等新增投资低于撤出 及业务缩小 导致资本回收 显示内需不足 导致中国经济停止长期化 外资的投资意愿降低 近年来 外资投资意愿降低 甚至撤离 对于中国经济复苏造成一定的影响 此次国常会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焦点 则是人事问题 中国总理李强 16日召开国常会 现任国防部长董军 由于并非副国级 只能坐在主席台下 在火箭军叛乱事件后 被任命的董军 既没有进入中央军委 也没有被任命为国务委员 中国国防部长政治地位 跌到史上最低 前所未见 美国军事媒体 Defend One日前看出 兰德公司政治学家梅珊珊 和美国陆军退役情报官布拉斯科的文章 标题为 中国降级国防部了吗 内容先以三中全会的人事变动 做开场写道 中国共产党最近召开的三中全会 最重大的人事变动中 有两项没有发生 其中一项便是国防部长董军上将既没有进入中央军事委员会 也没有被任命为国务委员 文章认为 这显然是国防部的降级 可能会使中美之间的军事关系变得复杂 传统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 一直有党和国家中央军委委员担任 这让现任领导人可以直接接触习近平 习近平不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党的总书记 也是中央军委会主席 国防部长通常也是国务委员 赋予他与其他国家部长同等的地位 并让他可以直接接触中国总理党的第二号领导人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首脑 董军上将仍担任国防部长 主要负责管理中国武装部队与其他实体的关系 对外与外国军队和新闻界 对内与其他国家部会和机构 以及地方政府的关系 用于征兵和招募 国防部长不属于作战行动的直接指挥系统 也不是党的最高决策机构政治局 及其常务委员会的成员 和他前面13任防长一样 董军是现役三星上将 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高军阶 但与他们不同的是 他是一位海军上将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前司令员 也是第一位任命担任此职的海军军官 他于去年12月接受了这份工作 当时正是拜登与习近平峰会后不久 也就是李尚福将军意外被解职 大约两个月后 此后 他会见了许多外国同行 并出席了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等 备受瞩目的活动 并在会上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进行了接触 当时他在会议上发表题为 中国的全球安全观演说 强调中国国防政策和理念是开放包容 却发表对台湾恫吓言论 成谁胆敢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 必将粉身碎骨 自取灭亡 文章认为 将董军排除在强大的中央军委之外 会给这位海军上将与习近平的接触 以及他在中国政治体系中的影响力 打上一个问号 此外习近平也罢免了董军的两位前任 李尚福和魏凤和将军 这使得董军一直无法进入中央军委之举 似乎是有意降低国防部长 在党国官僚体系中扮演的角色 换句话说 现在董军可能需要先向中央军委副主席 也就是张又霞或何卫东 甚至可能是其他三名中央军委委员之一汇报 事实上 如果董军无法直接与习近平接触 美国国防部长可能会更愿意 直接与中央军委副主席对话 后者在中国体制内的职责 与五角大楼最高级文职领导人的职责更加一致 就像几年前的情况一样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 分享 订阅 推荐给您的亲友 更请您点击节目内容剪辑里的PayPal链接 支持我们